强尼代普跟前妻安伯赫德互控诽谤官司 判决结果出炉 陪审团认为强尼代普控告前妻安伯赫德诽谤的七项要件全部成立 相反的安伯反控强尼诽谤的三项要件并未全部成立 法院判决强尼代普胜诉 在法庭外守候的强尼粉丝 得知强哥胜诉难掩激动 法院裁定安伯需支付强哥1035万美元 大约是3亿台币的赔偿金 而陪审团也认为强哥的前律师对安伯构成诽谤 强哥需支付安伯200万美元 大约5800万台币的赔偿金 强哥并未到庭聆听宣判 仍在伦敦的他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感谢陪审团让他获得重生 亲自出庭听判的安伯难掩落寞 随后也发表声明表达失望和挫折 安伯多年前投出媒体影射强哥家暴 强哥提告诽谤 安伯也反告对方诽谤 强哥跟安伯的法庭真人实境秀 过程高潮叠起 成为全球瞩目焦点 如今这场世纪审判终于画下句点 刘勇伟变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